当前正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 近日天津市各大医院儿科门急诊量激增 见过来咱们见诊分区的一个重要性 见过来咱们一个病人的一个理所通道 其实咱是为了保证病人的安全 它这样的话是相对危重的一个情况 而且家属的情绪是要急的 可能找了半天它也找不到这个诊室在哪 所以咱们把它这个一对一的给它领到这个诊室 再做一个病情的交接 它这个家属的情绪能够得到安抚 病人的安全也能够得到保证 根据国家流感中心实时监测流感活动情况显示 我国各地正进入流感剂 常见的有流感肺炎直元体等病毒 医生提示 针对儿童流感感冒等多种呼吸道疾病 在用药上有所不同 这个每个药都有自己的适用症 比如说刚才咱看见那个咳嗽 有咳嗽好长时间的 有代痰的 有不代痰的咳嗽 有嗓子难受的咳嗽 还有一些痰特别深出不来的咳嗽 用的药都不太一样 其实在我们大夫在选药上来说 你可能看见这个这几种药 有时候这两天吃这个 下两天给你换那个 所以每一种药它适用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如果自己实在没有把握的话 最好到医院看一下 在大夫的指导下有针对性的用药 这个阿西梅素它的用药的这个适应症 它除了这个治疗体之外 还有些其他的病员咱都可以考虑 当然它也有一个年龄的限制 还有一个剂量的限制 有的时候有些基础病有 本身就有肝脏功能不好的 或者有肾脏功能不好的 或者有些个极为特殊的情况 这孩子就是对这东西过敏 咱也不是没见过 所以这些个就是具体的是 孩子情况而定了 它的选要来说 包括利弊的权衡 我们这个经常看那里边写的是 什么收益和风险 你是风险大于收益 还是收益大于风险 但是咱们整个一个 总的用药原则来说 有效 安全 这两个是并列第一的 在治疗过程中 部分家长被医生建议 可能给孩子洗肺 很多人一听到洗肺 都会觉得有点恐惧 关于洗肺 天津市儿童医院 马场院区 综合内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翟佳 给出了明确解释 当一些重症的肺炎 肺内拥堵 或者是有高烧不退 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的时候 需要临床医生综合评定 他的影像 他的临床表现 还有他的一些化验指标 综合来判断 是不是需要肺泡关系的治疗 比如老百姓说的 洗肺的一个意思 有一部分肺炎 小朋友 他肺内有大片的石变 然后有一些堵塞 包括粘液拥堵 一些塑形拥堵 而且有一些病人 病情比较重症的时候 需要进行肺炮关系的一个治疗 做完以后 一些小朋友 治疗的时间会相应的缩短 同时对于改善 他的预后 是有一定帮助的 说小朋友一生病 大家都着急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如果小朋友刚开始发热 体温并没有特别高 比如在38度5以下 同时精神状态比较好 不影响吃喝 同时日常的玩耍也比较正常 这种情况就不用特别的着急来医院 但是如果出现了 比如精神不太好 孩子打孽 或者高烧不退 喝了退烧药也不退 还有呢 就是比如孩子的意识状态 包括饭量都不好了 那这种情况一定要积极的就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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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